以牙还牙 血战到底 莫菲 又一次吸睛数题 中国最年轻的超新奇人 一路路路 这炸裂死莫菲 摇头不一 可又有谁知道 这还远远回事 这戏剧一局的高中 让我们从头开始 观摩2023世子才开下来之 最为神仙的一球局 开赶才没多久 首先由莫菲的这一赶炸裂走合球 开启这奇葩球局 连续高质量防守 让十九岁中国小伙子 打得格外小心 好 没错 尝尝尝尝尝尝尝 其实真的不差 不差 还是薄球又次两户回来 有趣的是 这样的严谨 也开始一点点蔓延到对手 甚至是裁判们身上 直到莫菲这一赶 莫名其妙的防守失误 让斯嘉辉 重新进入进攻模式 三 执杂费 执杂费 9 打得有点 1 他不要黑球 这几局的机会把握住之后 现在情况还不错 这中带黄球的一单 让莫菲也困惑不已 你说他失误吧 但这白球又及其走运地 没露一点机会出来 莫菲凭借经验 终于磨出自己的机会来了 换你 可才拿了这13分 这1K球的不走运 让他也只能继续走防守招数 接不上 可他万万没想到 之前防守质量 明显跟他不是一个档次的 中国帅气小伙子 能炸裂整出这么一杆斯诺克 这路线 绝对能够 谢谢 莫菲选择解薄球回来 应该还有机会 如果是清解的话 是没机会 碰粉 Blow球 Towards the brown football 第二次解球 继续撞上粉球 File MS Cut it the p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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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裁判头腾粉球的位置了 又琢磨了好久的会 A touch more Just a touch more towards me Yeah 53 A touch more 第三次解球尝试 莫非连续第三次撞上的球了 已罚18分了 老裁判总算熟悉业务 但他们依然一丝不苟了 继续完美要求自己 做到一丝不苟 走最右侧这一颗 清紧求一个不到的机会 但还是没紧张 一直到第五单 但直接又送私家辉上手机会 这就是说的 因为球形状态是比较良好 所以两个人还能拼一次上手 反而这次防守 被莫非血性失语的 用这一单丝莫克 成功完成一次丝莫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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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样给人家飞机后的话 那都是有单独逆角的充满能力 原本领先59分的中国超新星 不得不连剪三次送上八法分 哦 没错 大家会再解一个可能有解到或者不留机会的风险 这球可能不能带那么多的赛了 有机会 哪怕接下来防守 可他这次的防守还是太大意了 这球就 接一个粉球的中弹 莫菲趁机接板球拳 回来粉球下方第二颗 确实是需要好好的总结一下 攻防 硬气无比的发起了强势进攻 眼看着他有失望 却又好运人的地 轰进了另一个球 这个比较悬化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没办法 还是调回来 添补灭槽 后边这两根调整也很幼 一波未平 摔袋 这球还是终于是完成了变数 可斯嘉辉 还真是点 这黄球 继续给莫菲制造机会 对这表情看得出来非常遗憾 这个跑球线路上障碍比较多 可莫菲才刚刚咬牙吃掉这底带黄球 也是情有可原 可又在征服顶带力球路上 重蹈覆车 再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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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神奇无比 让所有人物的口袋 斯嘉辉 实在不好意思 继续给前辈机会了 他轻松完成一杆青台 让双方大比分正式打平 给市井赛最奇葩球局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管后面三分 热能力发展 三比三中这个比分 已经是养住了 一分